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夜浅读 如今社会,想要领养一个健康的孩子很难 特别是领养异性孤儿 要求双方的年龄差必须大于40岁 我也是迫不得已才选择了在网上发帖 因为在上周三,也是西西失踪刚好十年的那天 我老婆思蕊割腕自杀了 人虽然抢救过来了,但变得疯疯癫癫的 联系我的男人叫孙强 住在一千多公里外的一个山村里 为了确保孩子来源合法 我和做律师的发小张时决定先亲自去核实一番 我们在下飞机后,租了辆越野车 开了六个多小时,终于到了地方 然而在一个急转弯后 那条进入孙家庄唯一的道路 却被一辆挂着武汉牌照的货车挡住了 这里是事业盲区 如果不是我反应迅速 紧急刹车,免不了会造成一场车祸 哪怕开车二十年 碰见这种情况也难免会有些怒怒 我本来想给货车司机打个招呼 让他挪挪车 但司机不知道去哪了 于是我只好把车停在这里 和张时步行进村 走了十几分钟 终于在村头的大榕树下 看见了孙强 他皮肤有黑 看上去四十来岁 有些驼背 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 我们跟着孙强来到一间屋子 家徒四壁 屋子里的锅碗瓢盆上 积了薄薄一层灰 他倒了两杯水给我们 随后叫来了他的老婆 女人的皮肤稍微白净一些 挺着个大肚子 有些拘谨的样子 两只手交叉在一起 微微发抖 他就是俺媳妇 叫洪翠英 孙强简单介绍了 一下他家里的情况 他家有五口人 夫妻俩育有两女一子 女儿们在上小学 儿子刚学会走路 接着他拿出了结婚证 户口本 残疾症等一系列证件 给我们看 我和张石仔细查看后 对他们身份的怀疑 削了大半 这时隔壁屋子 传来小孩的哭声 洪翠英说 可能是儿子饿了 于是就去喂奶了 孙强的眼眶 突然湿润了起来 他哽咽着说 孟老弟 您也看见了 如果不是家里实在困难 谁愿意 把亲生孩子送人呢 我想到了西西 因为思蕊生他时大出血 不得已摘除了子宫 所以我们在他身上 倾注全部心血 然而在他四岁那年 我们回老家过年 一个不注意 西西就被拐走了 我不禁悲从中来 当即留下了一万块钱 当作给孕妇的营养费 等孩子生出来 做完各项检查都没问题后 立马签署收养协议 然后即刻给孙强 汇款二十五万 这是一开始就商量好的价钱 谈妥之后 我和张石就要离开 孙强夫妇极力挽留我们吃晚饭 但是我担心思蕊 便拒绝了 刚跨出孙强家的门槛 一个衣穿着破破烂烂 身上散发着一股酸臭味道的小孩直直 向我撞来 小孩捧头垢面 根本分不清男女 他乌黑发紫的手臂紧紧抱着我的大腿 嘴里好像没舌头似的 咿咿呀呀 听不清在说些什么 我和张石面面相去 正要询问时 孙强连忙冲过来 一把拽走了小孩 并藏在身后 他解释道 这是村里孙浩家的孩子 前两年伤坏了脑子 是个傻子 当心伤着你们 话音刚落 又一个男人从拐角处急忙跑了过来 他一把拎起那小孩 扇了两巴掌 用方言和孙强说了两句话 就离开了 我看那小孩挣扎得厉害 不由得有些担心 但孙强说 农村里教养孩子都是这样 不打不成才 我们两个外人也不好多说什么 当天就回了武汉 在飞机上 我才对张石说起来 那个抱我大腿的孩子 穿的是一条迪士尼联名款的裤子 因为我曾经给西西买过同个品牌的衣服 因此一眼就认出来 Logo 这个牌子动辄七八百 普通的农民 会舍得给一个傻掉的孩子买这么贵的衣服吗 但我们不知道孙浩家的具体情况 不好妄下结论 也就只好按捺下了心里的疑惑 一个多月后 孙强打来电话说 红翠英早产 孩子已经生下来了 因为是早产 来不及送到四十多公里外的镇医院 因此 孩子是由村子里的产婆接生的 我和张石连夜赶赴孙家庄 见到了刚生下来 还在墙堡里的婴儿 我抱起来检查了一番 发现孩子左边肩胛骨处的皮肤上 有一块小红斑 不过应该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我的左肩胛骨处的皮肤上 还有一块菱形的红色胎记呢 孩子因为早产 抱在怀里感觉轻轻的 似乎是在母体时 汲取得营养不够 红翠英刚生产完 我们来得匆忙 根本没时间准备补品 于是我便又给了他两千块钱 让孙强给他补充点营养 只不过他虽然面色有些苍白 却一点都不像刚生产完的产妇 孙强解释说农村女人身体好 生完孩子就能下地干活 我也不好多说什么 孩子的状况有些不好 在和他们夫妻俩商量后 我决定先把孩子送去60公里外的 萍水县县医院 孩子在县医院的ICU住了半个月 又被我转到了武汉儿童医院 在这里我才放心委托医院进行各种检查 确认各项指标都没问题后 我们签了收养协议 我立即将25万转到了孙强的存折里 这孩子血型和我一样 跟我们家也算有缘分 我在电话里向孙强保证 你放心 我们肯定会像亲生女儿一样对他的 一个月后 我们把孩子带回了家 取名叫孟施语 有了孩子寄托 思蕊的精神状况 渐渐好了起来 施语渐渐长大 突然有一天 思蕊封了一般 指着施语背上暗红色的菱形胎记 与无伦次的想表达什么 我接过孩子一看 也当场愣住了 因为那小块红斑 竟然长成了和我的胎记一样的形状 这种巧合实在是万中无一 我冷静下来后 突然想到另外一种可能 胎记是可以遗传的 我震惊之后 立马送了我和施语的血液样本 给在医院任职的高中同学成硕 委托他进行血缘关系鉴定 一周过后 承硕告诉我 我和施语确实存在血缘关系 可是这怎么可能呢 我从未去过孙家庄 也从未见过红翠英 所以怎么可能和他发生过关系 再者 我是家里独子 我爸妈也再三保证了这点 我相信他们的人品 我看着手中的鉴定报告单 突然想到了另一种可能 一种令我后背发凉的可能 如果施语的母亲不是红翠英 而是我那个失踪十年的女儿西西 那么一切就都说得通了 也就是说 孙强很可能和当初拐走西西的人贩子 有关系 甚至她知道西西现在身在何处 我怒不可遏的同时 又心如刀脚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我当时离西西该有多近呢 我却没能救下她 没有时间留给我去悔恨 我当即联系张时 准备好证据 一起去报警 人口贩卖算是大案 因此我们当地的警察立即立案 但是一审办案难度极大 且不符合规定 因此只能将案子转交给 孙强所属县城的县公安局 并再三叮嘱要仔细调查此事 随即警察吴永峰安慰我们 并留了联系方式 让我们在家里等消息 可我怎么可能等得下去 当即便向单位申请了年假 为了不让思蕊担心 我谎称出差 准备再次去往萍水县 张时不放心 我孤身前往 非跟了上来 我想了想也是 我们认识三十多年 如果他有事 我也肯定也会毫不犹豫地帮忙 我们在县城里 找了家酒店安顿下来 然后我拨通了孙强的电话 然而令我们没想到的是 孙强的号码成了空号 这让我们更加确信 他绝对有问题 那个穿迪士尼联名裤子的孩子 张时突然出声 又戛然而止 我们面面相去 我的眼眶顿顿时红了 原来他当时是在向我们求救啊 沉默片刻后 我提议明天去孙家庄一趟 张时也赞成 但是考虑到人贩子的危险性 我向吴永峰说明了目前的情况 他听后也很动容 但反对我们单独设险 建议我们等待警方的调查结果 他说他会时刻注意案件的进展 然而他怎么能体会一个父亲此刻的心情呢 见我们一意孤行 他突然说道 你们已经在萍水县了是吧 我曾经的师父 他的老家好像就是那边的 等我联系联系 第二天一大早 我们见到了吴永峰的师父 他叫朱明伟 四十来岁 强壮干练 为人热情 据说七年前半案时受了些伤 不再适合从事刑警工作 索性回了老家 本来我们担心他的身体 但是从他的外表上 看不出受伤的痕迹 相互打过招呼后 朱明伟建议我们三个 一起去趟孙家庄 他可以假扮成我的一个 也想领养孩子的朋友 有他这样一位 惊艳老道的警察作伴 我们自然求之不得 当下便开车出发 我们不知道 孙强换手机号 是因为做事谨慎 还是别的原因 因此今天这一趟 主要是查探孙家庄里 到底是不是贩卖人口的窝点 以及找到上次 向我们求救的小男孩 一路上摇摇晃晃 车子刚进村 就被人拦了下来 我和副驾驶的朱明伟对视一眼 打开了车窗 拦车的人满脸横肉 胸神恶煞 腰上别着短刀 完全不是一副农民该有的样子 你们是谁 来村子里干什么 我递了根烟 又赔了个笑脸 说 我们来找孙强 我领养了他的女儿 这次特意来感谢他 另外还有点是 想请他帮忙 我做出难以启齿的样子 那人接过烟后 态度烧好了一些 见我吞吞吐吐 不耐烦地问 孙强不在 我们村子不欢迎外人 赶紧离开 别别别 老弟 朱明伟赶紧拿出几张钞票 从我面前递了出去 是这样 我呀 我 爱 不怕你笑话 我不孕不育 所以想要个孩子 我看小梦的女儿很健康 就托她帮我再来问问 那人接过钱盯着看了几秒 眼珠子转了转 到 孙强和他媳妇走亲戚去了 过两天才回来 等他回来了我 让他联系你们 我听见这番话 连忙也准备掏钱包拿钱 可是却发现 早已习惯手机支付的 我并没有准备现金 都已经到村口了 我女儿说不定 就在村子里面的某处 不见天日的地方 承受着非人的折磨 我怎么能 怎么能就这么放弃 但朱明伟眼疾手快 按住了我的手 随即对车外的人说道 那行 那就麻烦你了 到时候是成了 我在好好感谢你 说完 他对我使了个眼色 让我开车离开 我也冷静下来 明白现在打草惊蛇 绝非上策 如果我们表现出 强烈想要进村的意愿 难免引人怀疑 因此便调转了车头 但这让我们百分百确定了 这个村子里肯定有问题 车开出一段距离后 我主动向朱明伟和张石道了歉 他们都理解 我想要解救女儿的心情 也就没有过多责怪我 但现在的情况 显然不是我们几个 就能解决的了 因此朱明伟当即联系吴永峰 说明了他的推测 孙家庄绝对不是只有孙强 这一个人贩子那么简单 极有可能是一个庞大的窝点 吴永峰听后 沉默了一段时间 随即告诉我们 萍水县的警方 前天就已经去过孙家庄调查 但却一无所获 因此他们认为 孙家庄里并不存在违法犯罪活动 言下之意是 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 萍水县的公安 很难继续调查下去 我们三个边外人员 不好对公安的行为指手画脚 也能理解吴永峰的难处 只好先回县城 再从长计议 现在正是午饭时间 我们把车停在一家川菜馆外 点了些韭菜 说起了关于孙强的事情 没一会儿 就有人过来乞讨 是一名瞎了一只眼睛又瘸腿的妇女 她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 煮了一根陈旧的拐杖 脖子上挂着一根绳子 绳子底端系着一个糖瓷的杯子 里面有零零散散的纸壁 大多是一块的 少数几张是十块的 而她的腰上还系着一根小拇指粗细的麻绳 拖着身后的滑板 滑板上是一名看不出性别的孩子 和一个正在播放 世上只有妈妈好的小音响 那孩子大约五六岁的样子 她神情呆滞 衣袖和裤腿里都空荡荡的 就像是一尊长在板上的根雕 我的眼泪猝不及防地流了出来 张石和朱明伟也别开了脸 我们都知道这种乞讨者 很大可能是骗子 但眼下也没法做到无动于衷 我揉了揉眼角 找老板换了几百块现金 放进糖瓷杯里 随后开口 大姐 我想跟你打听些事 这种乞讨者的背后 一般都会有专门的组织 我想或许能打听到 一些孙强的线索 然而朱明伟制止了我 我这才发现 眼前这个拽着我的衣服 发出叽叽哇哇声音的女人 她的嘴巴里并没有舌头 朱明伟又给乞讨的女人 塞了两百块 然后打发走了她 她告诉我 从这些人嘴里 是不可能得到有用的线索的 我想想也是 不然那些团伙早就落网了 张石看着窗外 说道 现在国家全面扶贫 贫水县也并不是贫困县城 怎么会有这么多乞讨的人 我顺势看去 确实如她所说 大街上还有一个身体有缺陷的女人 在行起 说起来 我在回来的这两年 确实见到过很多次这种情况 我还以为是贫水县发展的不好 张石滑动着手机页面 道 贫水县的GDP在本市直辖县里 可是排第二的 我和张石对视一眼 两人都沉默了 朱明伟的手机铃声突兀地响了起来 她看了眼来电提示 突然站了起来 说道 医院打来电话 我先走了 晚点再联系你们 朱明伟的妻子重病住院 她还抽出时间来帮我的忙 我对此当然是感激不尽 于是便提出和她一起去看望一下她的妻子 不过她白白手拒绝了 然后急匆匆出了餐馆 朱明伟刚走一会儿 我们点的菜就上了 只不过我和张石都没什么胃口 就一边喝着酒 一边商量着接下来的行动 最后得出的结论 还是乖乖等孙强联系我们 尽管非常不甘心 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我们两个都托家带口 参与可能危及生命的这种高风险的事情 实在不适合两个中年男人 想到这 我颓然地叹了口气 然后又想到该给思蕊打电话了 然而 我从衣兜里拿手机 却带出来一张被揉成一团的一元纸币 我疑惑地捡起来 然后展开 发现上面竟然写着地址和时间 晚上十点 我一个人如约来到了一个烂尾的商业综合体里 我和张时猜测 那张纸币是那个乞讨的女人趁机塞给我的 而她此举必然有深意 权衡再三 我们决定由我独自前往 张时则在附近等待接应 以防我发声不测 出发前 我和张时商量了一番 还是把这件事告诉了朱明伟 但我们的目的不是让她跟着一起来 而是担心出现最坏的情况 我和张时都遭遇意外时 她好报警 烂尾楼里没有灯光 冬日的风吹过没有墙体的建筑 发出凄厉恐怖的声音 我找了好一阵 才发现一团亮光 我小心翼翼摸索过去 柴火发出噼啪声 正是烧得旺的时候 但点燃它的人 却不见了踪影 我打开手机的手电筒 仔细地在附近找了好几圈 没有找到人影 但是却找到一个笔记本 我隐约觉得 它是出事了 这个笔记本 一定是它留给我的重要的东西 想到这 我连忙打开笔记本 紧接着就用手机拍下了照片 闪光灯亮起的瞬间 我清楚地看见 地面上出现了一个人影 然而我还来不及反应 后脑勺就传来一阵剧痛 被打一下后脑勺 很难让人昏迷过去 于是我感觉自己被敲了好几下 但我感觉得到 打我的人没下狠手 那人趁机抢走了笔记本 和我的手机 灵巧地隐匿进了黑暗里 怎么会有其他人知道 那个乞讨的女人 和我们约定 今晚在这里碰面呢 我眼冒金星 跌坐在地上缓了好一阵 才缓缓回过神来 然后连忙摸黑跑了出去 张时的车停得稍远 我又丢了手机 因此等我找到 他时已经过去了 差不多二十多分钟 他见到我时被吓了一跳 我这才知道 我的后脑勺出了血 后背染红了一大片 张时立刻就要开车去医院 但我让他先去警局 我不能对那个乞讨女人不负责 如果他出事 那也是因为我 因此这件事必须报警才行 然后我赶紧拿了他的手机 登录了我的网盘 抢我手机的人肯定没有想到 因为工作原因 我的手机相册 是自动同步到网盘的 通过人脸认证后 页面跳转至网盘首页 我点开相册 打开了那张写满凌乱文字的图片 上面是一些人名和数字 我暂且不知他们所代表的含义 我刚下载好图片 突然一个陌生号码打了进来 我以为是张时的业务 便把手机还给了他 可谁曾想 这通电话竟然是孙强打来的 张时开了扩音 孙强带着歉意的声音传了出来 实在是对不住 我前几天走亲戚的时候 手机被偷了 今天回来新买了卡 才知道你们找我 对了 孟老弟怎么了 我打他的手机 说是关机了 哎呀 还好当初多了个心眼 留了张律师你的电话 我做了个装昏迷的动作 张时秒懂 于是他略带慌张地回复道 孙大哥 我们这里发生了一点事 文艳昏迷了 我正要带他去医院 晚点再联系你 孙强顿时惊呼一声 语气着急起来 孟老弟是怎么了 我正好在县城 这就去医院看望看望 行 那我们待会就在县医院见 张时挂了电话 看着我说到 孙强这通电话来得太巧了 现在要怎么办 我是不可能放弃 兮兮的一线生机的 于是当机立断地说 去医院 可是 张时犹遇到 孙强很可能和袭击你的人 是一伙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恐怕已经知道了 我们的目的 还和他见面 风险太高了 我理了李头绪 还是决定赌一把 说到 他绝对想不到 是与会和我存在血缘关系 所以他今天 可能只是想试探我们 为什么会来这个地方 去医院的这十几分钟 我们好好想想说辞 张时拗不过我 只好开动了车子 对了 还得给朱明伟打个电话 说明一下情况 电话响了一会儿 才被接听 朱明伟说他回家拿东西去了 现在就立刻就去医院 和我们会合 挂断电话后 我看着张时手机屏保上 他们一家三口的合照 陷入了沉思 老张 要不你明天先回武汉吧 剩下的事交给我和朱哥 张时专注地开着车 说了句 这么多年的交情 别逼我打你 这么多年的交情 我深知他的性格 但是 爱 你怎么绕路了 我怕会突然出车祸 所以尽量走有监控的道路 如果他们想杀人灭口 刚才我就应该死了 那是因为他们知道 我在等你 才不敢下手 张时推了推眼镜 而且现在已经是2023年 不是2003年 就现在的刑侦技术 对于潜在罪犯来说 杀人被捕的几率 几乎是百分之一百 但是 狗急了会跳墙 所以还是尽量小心为好 我文言只觉得脑袋里 有件事突然一闪 下意识抬手摸了摸 后脑勺的伤口 道 我这个伤势 是不是不足以构成 故意伤害罪 张时点了点头 说道 看来他们也害怕警方 介入调查 那 那个乞讨的女人怎么办 张时叹了口气 道 我们必须得承认 没人愿意为一个乞丐 奔走调查 除非她的尸体 被挂在警局门口 10点50分 我们到达萍水县人民医院 朱明伟已经在医院外的街道上等着了 我和张时给她说了接下来的计划 并且对了说辞 然后才一起去了急诊楼 孙强见到我们着急地迎了上来 问我这伤势怎么弄的 朱明伟没经历晚上的事 我就麻烦她去帮我挂号 然后才回答孙强 好人没好报啊 张时事实接过话头 今天中午我们吃饭的时候 碰见个挺可怜的女人在乞讨 她塞给文艳一张纸条 让我们晚上去一个地方 我们妈 哎 心地太善良了 以为她有什么困难 就想着能帮一点是一点 结果晚上到了地方 才知道那是一片烂尾楼 文艳被人打了 还被抢走了手机 孙强担忧地说道 小县城的治安不比大城市啊 还好人没事 是啊 我估计那个女人 就是专门搏人同情 然后实施抢劫的吧 我忧心忡忡地说着 手机里的重要东西太多了 孙哥你既然回来了 等会我们就说说领养孩子的事 早点处理完我也好 早点回武汉 去补办电话卡之类的 说的也是 孙强看了我们两眼 有些为难 村里确实有一户经济条件 不太好的人家 刚生了娃 但是他们愿不愿意送养 这个我还真说不准 明天我带你们去问问吧 话说到这里 朱明伟挂号回来 我们便一起进了就诊室 医生说伤情不严重 消毒后简单包扎了一下 就算是处理好了 出了医院 孙强说他住在亲戚家里 明天早上去酒店找我们 便和我们分开了 有点不对劲 我看着他的背影 终于想到了违和的地方 按照正常人的逻辑 孙强应该想方设法阻止我们去孙家庄 张石傅喝道 确实我也察觉到了 朱明伟迟疾了片刻 提出了他的看法 你们之所以有这个想法 是建立在孙强是罪犯这个先入为主的概念上的 但是刚才我从他的表现来看 他似乎不太像人贩子 文艳 血缘关系鉴定这个流程 有出错的可能吗 我不太确定地摇了摇头 说道 按理说 以现在的医疗水平 是不可能出错的 但是可能会存在这种情况 张石把手机递到了我面前 我也不是专业的 所以咨询了一下我认识的医生 他说 非直接亲属的血缘关系鉴定 其准确率没有办法保证 当初承硕也说过 理论上 爷孙之间的DNA吻合度 只能达到四分之一 所以后来我又麻烦 他找更专业的机构重新鉴定过 但得出的答案 与第一次是一致的 气氛突然沉默了起来 过了一会 朱明伟率先打破了沉默 道 总之 明天我们先跟着孙强去一趟孙家庄 到时候再见机行事吧 这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就算孙强本身没有参与犯罪活动 但孙家庄里 确确实实有太多可疑的地方 不管是为了西西 还是那个穿迪士尼联名裤子的孩子 亦或是其他可能被拐卖的孩子 这一趟我们都非去不可 后半夜下起了粒粒兮兮的雨 一直到天亮才停 气温骤降 空气里掺杂了寒意 第二天 孙强早早到了酒店 我们随意买了些早饭 便出发了 临近孙家庄的地方 有一段泥泞路 因为下过雨 我还在担心轮胎打滑 结果发现 那条路上 已经有被货车来回压出的车折印 我轻松地开了过去 由于我们和孙强一起 便畅通无阻地进了村子 我说起上次拦着我们不让进的那个男人的事情 孙强解释说 那是因为前几天村里来了小偷 好几户人家丢了东西 所以才安排了人守着这条进村的唯一道路 我不置可否 车子只能开到村口 在里面的路太狭小 只能通过三轮车 我们便补车不行 先跟着孙强去了他家 他放步行李后 才带着我们去了刚生产完孩子的那户人家 那是一座石头和泥土垒的房子 户主叫孙和善 他妻子两个月前生下了第四个孩子 是个女孩 越是贫穷落后的地方 就越是喜欢生孩子 然而当孙强向孙和善说了我们的来意后 孙和善当即表示了拒绝 他说 虽然我们家穷 但这到底是亲生孩子 我和媳妇努努力还是能养得起的 恰好此时他妻子怀里抱着一个孩子 身边又跟着一个大约四五岁的男孩 从外面回来 男孩怀里还抱着一颗大白菜 朱明伟演技爆发 老泪纵横地说 没关系 我能理解 但是能让我抱抱他吗 孙和善没有拒绝这个请求 让他妻子把孩子递给了朱明伟 只不过朱明伟似乎真的不太会抱孩子 孩子刚到他手上就哭了起来 他小心翼翼地来回转圈哄孩子 但收效甚微 只好又把孩子还了回去 他见状有些不好意思 便拿出五百块钱 应要塞给孙和善 两人推推操赏了好一阵 孙和善终于收下了钱 不知道是不是迫于这五百块钱 孙和善邀请我们和孙强一同在他家吃午饭 我和张时对视了一眼 刚刚我们还在想着用什么借口 多在村子里停留一段时间 没想到孙和善主动提了出来 这让我们感到一丝诧异 但也没有拒绝 于是孙和善的妻子便放下了孩子 去准备食材 孙和善和朱明伟相谈甚欢 孙强向我问起了诗语的近况 我一边聊着天 一边思索着找什么借口 才能不引人怀疑地在村子里逛逛 正在一筹莫展之际 张时突然从凳子上蹭的一下站了起来 惊呼道我的钱包弄丢了 我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 连忙说道 买早餐的时候都还在 你好好找找 张时又在身上摸索了一阵 随后着急地摇了摇头说道 真没有 丢钱包是小 但是里面有一张客户名片 我今天要和他谈一个重要的项目 朱明伟事实插话 是不是落在车里了 文艳 你陪老张去找找吧 孙强文言 也跟着站了起来 道 那我领你们去村口 不用了孙哥 我们知道路 我看了眼孙强的腿 再说了 下了雨路滑 等会儿再摔着你 我们没有再给他开口的机会 大不留心走了出去 隐约还听见朱明伟 替我们打圆场的声音 两个大男人 不用担心他们 对了 我听说萍水县盛产药材 不知道这里也有卖吗 咱们村位置不好 人口也少 弄不出什么特产咯 屋外的冷空气 让我和张石打了个寒战 我们拢了龙羽绒服 拐进了一旁的小路 孙家庄三面环山 村子不大 总共二十多户人家 位置相对集中 只有四户坐落在西面的山脚下 远远看去 似乎是无人居住 荒废了许久 由于时间不多 为了提高效率 我和张石选择了分开行动 并约定好三十分钟后 再在这里碰面 不是没有想过安全问题 只是综合考虑下 我们认为 即使村子里真的存在不法分子 他们多半也不会动手 毕竟我们三个人一起来的 如果其中一个出了意外 另外两人肯定会报警 现在是上午十点 天气不适合劳作 何况这个时节并没有什么农活 然而村子里家家户户 大门紧闭 这与我想象中的农村不太一样 我把耳朵贴在门上 再仔细也听不见里面的动静 这让我怀疑 屋子里是否真的有人居住 一连好几户都是这种情况 眼看已经过去了十分钟 我来到一户 弃有围墙的大房子前 它的大门上落了锁 我目测了一下围墙的高度 是可以借助旁边的石块翻过去的 但围墙上装有电网 我只好站在石块上 向里张望了一番 然而围墙里面是一片空空的水泥院吧 墙边砌了一圈花坛 种着一些已经枯萎的花草 不知道是不是疏于达里的缘故 从墙根处弥漫上来 一股淡淡的臭味 我没怎么闻过这种味道 不太能形容得出来 喂 你在那干什么 是不是想偷东西 背后突然传来一声怒斥 然后我就被人拽了下来 反被拧住了膀子 我疼得直叫 艰难地扭过脸一看 发现是昨天村口拦车的 那个满脸横肉的男人 他也认出了我 然后松了手 态度有些不耐烦地问道 你们不是来看孩子的吗 何善家可不在这里 看样子是孙强给他说过我们的事了 哦 我朋友钱包丢了 我就想来问问 是不是有别人捡到了 村子里很多人都外出打工去了 我带你去还有人的家里问问 我想了想 同意了 接下来 我们去了六户人家 开门的都是些行将旧墓的老年人 有两位带着孙子 我问起第一次来时碰见的那个 据说是烧坏了脑子的孩子 他说他父母带他去省城治疗了 我看向这个笼罩在薄雾下的村庄 他的一切显得都是那么正常 可我的心里总觉得他处处充斥着诡异 我看了眼手表 马上就到和张时约定的时间了 便独自匆匆跑去和他会面 张时那边也是一无所获 他是一个人主动敲了门 但情况和我遇到的一样 他看着我 皱着眉头问道 会不会真的是搞错了 此时的我无言以对 上天给了我一丝希望 却又让我再次感到了绝望 这无疑是一件极其痛苦又残忍的事情 在孙和善家吃过午饭后 一无所获的我们便准备离开 孙强和他妻子看着我 说有机会一定去武汉 希望我能让他们渐渐失语 不知道为什么 听见这句话 我突然灵光一闪 只要确定红翠英和施语是亲生母女 就能完全打消我的疑惑了 我集中生智 往红翠英的方向跨了一步 然后脚下一滑 双手乱挥地向着他摔倒 慌乱中趁机薅了几根他的头发 再快速放进了兜里 孙强连忙把我扶了起来 我也连连道歉 没有任何人注意到我的小动作 孙强等人的身影 在后视镜里越来越小 直到消失 我现在并不打算说出 我打算给红翠英和施语 做亲子鉴定的事情 因为在事情没有确定前 我不想给张石和朱明伟添麻烦 但我没想到 朱明伟竟然拿出了两个小的塑封袋 里面分别是几根毛发 这是孙和善的头发 他动了动右手 然后又动了动左手 这是他女儿的 以防万一 拿去做一下检测吧 如果他们真的强迫妇女生育 那么孙和善的女儿 可能也不是他的 我向他道了谢 当天晚上就回了武汉 下了飞机 我直奔医院 找到了成硕 我向他说明了事情原委 恳求他务必帮我加急处理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 我刚补办完电话卡 就接到了成硕的电话 红翠英和施语 不存在亲子关系 孙和善和他女儿 存在亲子关系 看着刚拿到的这两份报告单 我陷入了沉思 两久之后 我带着他们约见了吴永峰 我把这几天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 他从刑警的角度发现了好几个疑点 接着我又把那张 我从乞讨女人的笔记本上 拍下的照片拿给他看 但仅从那些人名和数字 无法得出有用的结论 我们只能做出一些猜测 比如乞讨刑店的负责人和其所管理的人数之类的 吴永峰眉头紧锁 咖啡一杯接一杯地喝 边喝边到 有这两份报告单 确实能证明红翠英贩卖人口 但主要是这个案子发生在外省 如果要查 我得先向局里报告 吴对 我理解你的难处 但是这件事 现在已经不仅仅是我 为了自己的女儿了 你比我更明白 他的严重性 吴永峰坚毅地说道 我知道 你放心 我不会对不起 我所佩戴的警徽的 我们沉默了片刻 他突然问道 对了 我师父他怎么样 他看起来很好 也帮了我很多 就是他妻子身患重病 在县医院住院治疗 吴永峰叹了口气 道 他能重新振作起来 真是太好了 我有些不解 吴永峰犹豫了会儿 压低了声音解释道 其实他离职 是因为当年办案时 得罪了权贵 当时所理保不了他 哎 当初师父离开的时候 那个失望的眼神 我至今也忘不了 所以 看他还愿意帮你 我想他 还是在坚持自己心中的那份正义吧 我摸了摸后脑勺 没有说话 随即 吴永峰拿着档案袋 离开了咖啡厅 我接着做了会 刚也准备离开 接到了外地的号码来电 是租车公司打来的 说他们今天检查车辆时才发现 车子底盘出了问题 问我是不是开山路时不小心挂到了 我能肯定在我开车期间没有挂到底盘 但他执意让我赔偿 我不想浪费时间和他争辩 让他自己去看行车记录仪 拿出证据 再来让我赔偿 挂断电话后 我心情烦躁地出了咖啡厅 看着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 一块块蓝色鳄的牌照 从我眼前晃过 对了 嗯 我们第一次去孙家庄时 被一辆上着鳄牌照的货车挡住了去路 并且昨天早上 我们再去孙家庄时 那段泥泞路上 有好几道货车的车轮印 一辆外地货车 出现在一千多公里外的山村 这个山村不产特产 那他是去收什么的呢 但是人的记忆 是有时效性和针对性的 无论我怎么回想 始终想不起来那辆车的车牌号 而此时 租车公司的人再次打来了电话 租车公司 租车公司 行车记录仪 行车记录仪根据储存卡的容量 和储存画质的不同 保存的期限一般在一个星期左右 但是租车公司的车辆 并不是每天都在使用 而且当初考虑到要开去山区 我们租用的是路虎的一款越野车 租金并不便宜 尽管已经过去了半年 但我只能寄希望于此了 谈妥价钱后 租车公司的人答应了去帮我找找 我紧紧捏着手机 坐立不安地等待着电话 时间变得异常缓慢 我心如雷鼓 脑子里出现很多纷繁复杂的画面 最终定格在已经模糊的 稀稀的身影上 手机传来震动 我迫不及待地接听起来 然而对方毫不犹豫地 我判了死刑 他说道 我就说半年前的录像 怎么可能还存着吗 我的大脑变得一片空白 甚至忘了该怎么呼吸 双腿一软 跌坐在了马路上 喂 孟先生 你在听吗 听筒的声音还在继续 虽然行车记录仪的录像 被覆盖了 但是我在储存 紧急文件的文件夹里 找到了一段 你说的那天的视频 你那天差点撞上一辆货车 用了紧急制动对吧 听到这话 我迟疑了片刻 随后像溺水的人 重见天光一样 大大吸了一口气 说 对 对 就是那个 麻烦你把那辆货车的 车牌号发给我 那我们说好的价钱 我现在就转给你 拿到了车牌号 但因为我并不认识交警部门的人 只好再次麻烦了吴永峰 我不确定 这辆货车是否是一条线索 但只要还有一点希望 我就不能放弃 事已至此 我除了等待吴永峰的消息外 别无他法 好在思蕊的精神好了很多 看着他逗弄诗语的场景 我也获得了短暂的平静 我刚把今天的情况和张实说完 朱明伟就打来电话询问孙和善的亲子鉴定结果 他们是亲生的 我叹了口气 看来真的是我贺施语的关系上出了问题 这两天真的是辛苦朱哥你了 以后有机会我一定好好答谢你 别说什么谢不谢的 我也没帮上什么忙 对了 嫂子的情况怎么样了 还在ICU里呢 希望能挺过来吧 肯定可以的 闲聊了几句后 我们结束了通话 我看着微信里张实刚发来的消息 嘱托他一定要注意安全 毕竟 他现在跟踪的人 可是当过十几年警察的 如果不是孙和善的这份亲子鉴定报告单 我是绝对不会怀疑朱明伟的 既然孙强用别人的孩子来卖钱 那么他同意我们再次村里的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想再赚一笔 可这又和最终的结果相悖 为什么孙强明知道这桩生意谈不成 还会冒着风险让我们进村呢 我思来想去 也只能得出一个答案 他想让我相信 孙家庄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村 他们没有违法行为 但是他又是怎么知道 我对他产生了怀疑呢 从孙强的视角来看 他和洪翠英拥有合法的身份 孩子拥有合法的出生证明 收养手续也合法合规 我怎么都不可能怀疑他才对 毕竟谁能想到 从一千多公里外的地方收养的孩子 竟然和我有血缘关系呢 在亭水县 知道这件事的人就只有朱明伟了 有了这个推断 其他一些事情都变得合理清晰了起来 我瞬间就想到了 在烂尾楼被偷袭的事情 那个乞讨女人约见我们的事情 只有我、张时和朱明伟知道 当然不排除女人本身 被行骗团伙监视着的情况 但如果是这种情况 那么她根本不可能如约到烂尾楼 一定会在路上就被人带走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 她才会在我到来之前的一段时间 被人绑走 那就是绑走她的人 也是才知道她和我约了见面 根本来不及提前阻止她 而且偷袭我的手 对故意伤害罪的量刑标准 实在是太清楚了 她也很清楚地知道 在如今社会 想要不留痕迹地杀掉两个成年人 还是两个和武汉市公安局的警察持有联系 且其中一名是律师 另一名是国企干部的人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更何况 如果我们出了事 吴永峰第一个找的人 就是朱明伟 他不敢冒这个险 所以他只能让我们无功而返 孙和善的毛发就是最后一步 只要证明了那个女婴确实是孙和善的孩子 那么我所怀疑的所有事都成了虚影 然而 他低估了一位父亲的勇气和毅力 由于以上都是我的猜测 并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因此我没有告诉吴永峰 毕竟他和朱明伟的关系肯定比和我的关系好 当天晚饭时间 吴永峰打来电话 说虽然车牌号是套牌的 但从车辆型号和乞讨女人的笔记 还是查到了一些线索 因此警局里慎重考虑过后 就此案成立了专案组 其他的具体细节就不方便透露了 但是要求我这段时间不要离开武汉 因为他们可能需要我的配合 果然 第二天吴永峰就带着两名警察 请我去局里说说案情 思蕊并不知道这段时间发生的事 见我被警察找上门 一时之间慌了神 好在他的精神状态 在孩子和药物的治疗下 已经好了很多 我安慰了他一番后 他终于放下心来 张时也在警局里 我们俩被分开谈话 我把从半年前发帖领养孩子 到今天发生的所有事 都视无据细地说了一遍 当着这么多警察 我先是带着歉意地看了眼吴永峰 随后说出了我对朱明伟的怀疑 朱明伟曾经是在街道派出所任职 公安局里除了吴永峰 其他人并不认识他 如果其他地方查不出线索 我认为可以从他身上入手 我看见吴永峰瞬间攥紧了的手 但他并没有反驳我的观点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想对你和你领养的那个孩子 再做一次血缘关系鉴定 你和你的妻子都需要做 没问题 抽完血后 警察便让我们在家等待消息 等待 无疑是最耗人心神的 特别是这种不知结果的等待 我理解警方不能向我透露调查进度 但还是忍不住再三询问吴永峰 直到三个月后 吴永峰通知我去趟警局 在警局里 我见到了一个坐在轮椅里 神情呆滞 带着肚子的女人 我一时之间不知做何反应 尽管我已经有了一个猜测 胡子拉叉的吴永峰看在眼里 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 说道先确认身份吧 只要人还活着 其他的都是小事 我突然觉得喉咙肿胀的无法说话 只能发出几声乌液 嘴巴张张合合数次 也没能叫出嘻嘻这两个字 反倒是眼泪先流了下来 我走过去想牵起嘻嘻的手 但她表现得很怕人 而且手上缠着绷带 吴永峰解释道 我们是在孙家庄移动房子的地下室里发现她的 嗯 因为环境的问题 她身上有多处皮肤溃烂 在回武汉之前先在萍水县进行了初步治疗 孙家庄 竟然真的是在孙家庄 我突然崩溃大哭起来 说道她才十四岁 十四岁啊 吴永峰又拍了拍我 没有说话 西西对于这一切都无动于衷 她仿佛丧失了对于这个世界所有的感知力 这几天各大新闻平台都在报道同一件事 武汉市警方破获了一起 以人口贩卖为产业链的犯罪活动 还求我照顾师娘 他求我 吴永峰眼里泛起泪光 钱啊 如果不是因为钱 他怎么会 怎么会 原来朱明伟回老家后 就发现了萍水县的乞讨者多得不太正常 他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后发现了端倪 于是就去报警 但警局里有人被收买 于是朱明伟被人找上门警告了一番 而他的妻子此时查出来癌症晚期 需要大笔费用 可他一个被开除公职的派出所警察 哪有什么钱 朱明伟和妻子感情很好 他是会不惜一切代价就他妻子的 于是他选择了喂虎做仓 我和张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只能一杯接一杯陪酒 通过这次吃饭 我们对这次的案子有了些新的认识 孙家庄只不过是犯罪产业链里小小的一环 负责暂时管理从周边拐卖而来的妇女小孩 等到有合适的买家后再运送出去 有些人完完整整地被送进来 零零散散地被送出去 这条产业链血腥道令人无法想象 在亲子鉴定结果出来那天 警察才让我把希希带走 思蕊终于知道了这件事 看着这样的希希 她又哭又笑 但希希仍然没有给出任何反应 我们把她送到了医院 进行一系列的治疗 但是她的双腿已经无法被治愈了 在她的身体机能恢复了后 我们给她安排了流产手术 之后便是各种心理治疗 半年之后 当施宇喊出妈妈时 希希第一次给出了回应 思蕊端着的瓷碗落在地板上 发出了清脆的声音 希希和施宇同时抬头看向思蕊 两人异口同声 说出了两个字 妈妈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 我侄女考上985了 本来是一件好事 侄女给我打电话说 要来哈尔滨旅游 要在我家住半个月 我心里打触了 我侄女儿这个人聪明绝顶 她学习成绩超好 在我们老家县城 属于全校考的成绩最好的 每次不是考第一 就考第二 但她就是有一个缺点 就是娇贵 傲娇 之前来我家 她什么活都不干 就知道打游戏 吃完饭 碗筷都不捡 吃啥顺口的死命吃 不给我们留一点 我侄女在她家里 本身就很娇贵 从来不吃便宜东西 香蕉有点粘巴 她都不吃 苹果只吃最贵的 我哥哥也是惯着她 要什么给什么 我哥哥在老家菜市场上 做小生意 很辛苦 但是对女儿从不吝啬 这一点 我挺不赞同的 就因为女儿成绩好 她就宠着她 从来不让她干活 说怕影响成绩 她一来我家 我就给她买一大堆零食 但她从来不主动 让我儿子吃 一个也不给我儿子 只知道自己吃 吃到撑不下 也不给我儿子吃 一天几盒牛奶当水喝 夏天蛋桶雪糕 一天几根 两三百块钱一大包的零食 只够三天左右 吃完的零食袋子满地撇 然后闷头写作业 我承认她学习忙 来我家也写作业 但是她太随意了 我就说了她一句 为啥吃完袋子不收拾一下 她瞪了我一眼说 没时间 喝水她只喝矿泉水 一瓶水两块钱 一天喝三瓶 还用矿泉水刷牙 我说 难道正常的水不能刷牙吗 她说 她在家就是这样 我哥哥风湿病 身体一直不好 平时在老家市场卖菜为生 一年挣不了几个钱 我嫂子是县城老师 也惯着孩子 两口子紧一缩食 孩子随便造 只要她学习好就行 我觉得 他们的思想太可怕了 我执女儿一个女孩子 吃得胖胖的 圆圆的 只吃肉不吃蔬菜 因为学习好 她爸妈对她非常浇惯 学校就离着家几不远 上下学接送 都是开车去 折腾得我哥疲惫不堪 只要不开车送她 她就不上学 这孩子还有一个坏毛病 就是每当同学有不对的地方 她直接向老师告状 从来不和同学协商 就因为这点 她和同学搞的关系很不好 我执女儿这个人 极度心非常强 令人心惊胆寒 那时候 她放假来哈尔滨 我领她去游乐园玩 碰到了她同班同学 人家也是家长领着来玩的 她看见对方 没有和人家说话 直接绕着走 对方跟她说话 她也不理 我问她为什么 她死活不说 最后还是人家主动和她打招呼 我后来问我哥 我哥笑着说 就因为人家考了一回第一 超过她 她怀疑人家是超的 我觉得 孩子无论学习多好 还是多差 最终都要融入社会 这个大融炉的 这社会上 很多时候 学习好的 不一定将来混得好 为人处事更不用说了 侄女来我家 我不敢怠慢 暑假在我家待一个月 我也不能顿顿给她吃大鱼大肉 我家挨着一个大学 大学里有食堂 各种小吃 既便宜又好吃 我就领她去大学食堂吃 一个是可以吃到很多好吃的 第二个 是我也想让她感受一下大学的氛围 我侄女儿一点不高兴 说 我考第一 就领我来吃这些 这是什么破大学 看这些大学生 将来就没有出路 的确 我领她去的这个大学 不是什么985 也不是什么211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大学 我觉得 我侄女儿的价值观有问题 不尊重人 把人分为等级之分 这和她的家庭教育有关系 我嫂子就是这种人 有学历歧视和成绩歧视 在家她不让孩子和学习不好的玩 学习好的在一起还极度 导致她孩子没朋友 还有 侄女暑假来哈尔滨的时候 因为她学习好 我让她给我孩子和我邻居孩子一起补课 她很傲娇 让我孩子给她买好吃的 辅导的时候 她一点也不认真 说你们这种智商 还在大城市学习 综合以上原因 她这次来要来哈尔滨过暑假 我心里是有忌惮的 但是她毕竟是我亲子女儿 在浇灌 她也是我的亲人 毕竟她也考上985了 我想她经过这几年的高中生活 她可能会成熟一些 于是她到哈尔滨那天晚上 我就带上我的几个好闺蜜 以及各自的孩子 一起吃自主餐 一来为她庆祝 二来想让她和孩子们交流一下心得 吃饭的时候 她一点都不高兴 坐在位子上一动不动 别人的孩子都主动给她端饮料 跟各种水果 她也不说谢谢 我问她怎么了 是不是不舒服 她说 一般我在家里都吃海鲜 吃火锅 不吃这种低档的自主餐 当时给我那几个闺蜜造了一愣 一脸猛逼 我想 可能孩子的确不吃自主餐 我就跟她解释 如果你不喜欢吃 晚上 我单独请你吃烧烤 好不好 她才勉强地高兴起来 在聊天的时候 几个孩子都主动地跟她沟通 考985的经验 她也不说正题儿 说其实没什么经验 就是死记硬背就行了 一个985都考不上 在大城市里活着 还有什么意义 我不知道 侄女的傲娇从哪里来 我真的感觉无语了 她真的让我很伤心 散席的时候 我想先让客人走 就拦下一辆出租车 让其他家长和孩子走 结果 我侄女上了车 说天太热 咱们先走 当时给我气坏了 我只能一脸无奈地 跟其他家长打个招呼 就走了 到了家之后 我侄女儿要住我儿子房间 被我拒绝了 我说 如果你想在我家住 你只能住我的房间 或者客厅 她说 我弟弟房间 我为啥不能住 我说 你弟弟房间里有电脑和手机 我怕你给他弄乱了 她说 他一个211都考不上的学生 我难道没资格住他房间 当时我气坏了 我抄起电话 就给我哥哥打电话 我说 你家孩子太能折腾了 我领他去住宾馆吧 他不能住我家 我哥哥在电话里快哭了 我没有过多的解释 拽着我侄女儿到楼下宾馆 给他开好房间 交好钱 我告诉他 我给你交好钱了 那是你爸爸的辛苦钱 你想吃啥 宾馆都有 你自己点就好了 我已经存上钱了 你即将是985的大学生了 你有你自己的生活方式 回到家之后 我妈打电话给我一顿骂 说一个当大的 怎么跟小的一般见识 我说 你别看他现在考上了985 将来还不一定是什么发展呢 然后 我嫂子发了朋友圈儿 说城里人就是高攀不起 我知道他说的是我 我有这样的亲戚 我感觉很头疼 大人和孩子都不知道尊重人 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眼里只有985 只有傲娇 真的让人无语 不知道 这种人以后在社会上怎么混 我真的为他担心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 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 对你有所感触 尚未订阅的朋友们 别忘了点击订阅 这样我们可以每天陪伴你 让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一起慢慢变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